嗨大家 我今天来到台大生财博览会的 国际人才培育记有趣专区担任跳远推广大师 那今年很特别的是 国际人才培育记有趣专区 不仅首次与来台举办活动的linkin合作 更邀请29间横跨理工专业 零售、金融、新创等多元领域的企业白色40个摊位 希望能提供理工学生与非理工背景的学生 更丰富的求职选择 并从中带领大家进行职业探索 活动过程中借由冰果游戏 让学生走访参展机构 认识产业动态和永续趋势 此外 Uniqlo台湾的Re-Uniqlo服装回收行动 和家乐福的代代相传 让学生从自身做起 将小小的行动化为环境永续先锋的动能 而中午时间 台湾迪卡闹的运动快闪闯关 带领学生探索工作与生活间的 巧妙平衡 最重要的是 LINKIN首度参与台湾的校园真才 由专员现场协助学生打造亮眼的对人档案 开启人脉网路与无限机会 让大家的求职不再卡关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 本次参与企业们的分享吧 嗨大家 那我们今天来到LINKIN这边 LINKIN它是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专业人士使用的社群 那目前使用的用户呢 高达10亿用户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Ivan来跟大家做介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Ivan 哈啰 大家好 所以今天我来到CreditArco 这就是台湾第一个监制 在台湾的第一个监制 在台湾的第一个监制 所以我们邀请Steven来来 来来 分享这些监制的监制 嗨 我是Steven Creditagricult CIB 今天要买到总部会与卫士的Hate Touching and Entry 那这一间公司呢 在全球114个监制 我家乐部永组的区别 目前就会有约4万名的员工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LINKIN 来跟我们做一些访开的工作 大家好 谢谢 我现在来到加勒服 那加勒服是在台湾超过300间分店 近年积极的推广非龙式鸡蛋的运动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永续长 大家好 我是加勒服永续长 也是加勒服文教基金会级一长朱晓晟 LINKIN这次是第一次在台湾举办这类似的活动 那想要请问就是LINKIN会想要跟台大合作的目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LINKIN我们除了有个人使用者之外 其实很多企业用户 包括很多企业人资 那他们经常都会问我们说 我想要找到台湾的学生他们在哪 这些企业包括台湾国内的企业 也有国外的企业 那所以我们希望帮助学生掌握到这些工作机会 那希望跟台大合作当然是因为 台大学生他们的性格很好 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带领这样的一个train 因为我们是电网事业的里面的设备商 所以可能一般的人一般民众 或者是一般的同学很难认识我们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校园露出 这样让同学会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 我们希望让年轻的学生对于未来有更多的选择 那例如说在家道福除了一般的心思之外 其实他可以对生命产生更有强力的影响力 那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以他们人生的意义 作为他们人生的规划的其中的一个参考 我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全球关系总监来进行采访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际处的全球关系总监 我是Johnny 我想要先请问Johnny 就是本次的活动专区跟以往举办过的活动 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这一次是首次跟Lindin合作 也是Lindin第一次大宗华区的团队飞到台大来 跟我们国际处一起合办这个专区 那我们在这个专区里面有非常多很动态的活动 不只是跟Lindin的就是履历渐检而已 还有迪卡农啊 还有就是这个中华语言锡所的功夫啊 那还有包含到橘色酸酸锅 甚至到湛乳咖啡的这个提供 都是这一次专区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们这次在这边参展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希望让大家知道Lindin真的真真实实的存在 那第二是希望透过Lindin这个平台 让大家了解到我们除了是一个求职平台 更多更多背后的是在做一个专业人士的交友 或是社群平台 那可以在这平台上面认识到很多不同产业的人 那我们这次也带来很多资讯 包括不同产业现在流行很夯的一些工作资讯 在这个专区我们希望表达一个 对于外籍生非常友善的工作环境 跟校园的学习环境 那第二个我们有讲到永续嘛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台大的学生 不管是外籍生还是本地生 都能了解这些企业不是只有在真猜 他们其实在台湾有做很多永续的就是发想的理念 我希望让学生可以明白怎么样能够循环经济同时间 可以去尊重生命 还有同时间能够去倡导平权 那大家也知道现在永续能人的议题 各个国家接下来2050-2030的目标 都focus在这个重点上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公司的技术 领先的这些设备 然后可以让整个电力系统 变得更加sustainable factable 还有 secure 那最后想要请问一下Ivan 就是Linking未来的计划 或是活动方向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初中所说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平台让更多人可以看见世界各地的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适合他们的机会 其实大家对国际处最了解的就是交换学生计划 但是其实我们从两三年前已经开始推出一系列的人才培育的相关计划 跟职业比较相关的 所以包含国际营务人计划 国际营学人计划 就是送学生出去实习 国际NGO人才学校 就是在学期间去非能力组织实习的 等等等 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培育活动 都是台大学生可以参加的 这次我们来摊位 主要是有一个Engineering Training Program的这个计划 基本上它就是会做过 透过轮調 让学生能更了解整个电力系统 然后最后再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这个部门 然后可以进入转为正职的机会这样 那基本上因为电力系统的技术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了第一个 他的这个学习的意愿跟他的态度为主 江乐福在推动从I开始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影响力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 也许原本的旧有的模式 你想要创造你自己本身的特质的影响力 然后去改变现在目前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地方 然后创造更多的生命价值 欢迎加入我们 我们很喜欢不同的活动 首先是投资金 所以我们帮助不同的客户 台湾和 international 在他们计划 然后我们要求联系 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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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非常不同的活动 请看看 我们可以做什么一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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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果然很喜欢 大辣市场 没有 乱厘 富贵 我们不会来查到它 他會準備一些很可愛的一些曲 他去MG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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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MG嗎? 可以MG嗎?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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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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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